同居生活真的和你憧憬的一样美好吗 我好喜欢 但是生活习惯的差异 让我们生活起来矛盾重生 下来 下来 二 这是经典的拳手 四 五 六 七 二 继续扯进去 我回了 你能不能换了衣服再躺啊 一身臭汗全蹭沙发上了 快起来起来 哎呀 我倒倒咧咧 干净 喂 我今天要加会儿班 晚饭就给你准备一下哦 好 你怎么点外卖啊 你早回来就做一下呀 吃外卖多不健康啊 做饭要买菜要洗碗的 多不方便 那你自己吃吧 她喜欢健康的饮食 而我喜欢方便 莎莎还有多久啊 你快点 好了马上 但是爱一点最可惜 儿子 不是 你怎么着还没有 你一定能给你 这个什么年代啊 还有人搞暗恋呢 是的 在这快餐式恋爱的时代里 我偷偷地喜欢一个人六年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因为暗恋辞职来到他的城市 尽管我们的联系方式都没有 多方打听 我知道了他的公司 诶 珍珍 你不是毕业以后去成都了吗 我刚入职 你也在这家公司啊 对对对 我加你个微信吧 好好好 我刚来可能会有些不懂的 从那以后 我就把它设置成特别关心 生怕错过他的每一个朋友圈动态 我会跑很远 在他家楼下的公交车站 等他一起上班 假装偶遇 嘿 诶 你也住在这附近啊 嗯 好巧啊 一起上班吧 慢慢的 我习惯关注他的一切 从微博到朋友圈 朋友送了两张去迪士尼的门票 有要一起去的吗 报名报名 好呀 每次都快想能牵着你的手走一辈子 我到了 谢谢你带我去 没事 赶紧回家吧 好 拜拜 拜拜 直到那一天 我看到他的朋友圈 这辈子 我一定要用DR 娶到最爱的那个他 看到他有喜欢的人时 我果断做出决定 向他表白 哪怕失败 最起码我要让他知道我喜欢他 大烟 我喜欢你 杉杉快看快看 他回了回了 我也喜欢你 妈呀 网名网名 那天回来的路上 我就决定了 我想牵你一辈子的手 其实我从一开始认定你 等着我 我一定会用DR娶你回家 DR先放你那里保管 等我们回家 我们准备好结婚 你再亲手为我戴上 把我变成 你愿意这辈子 只做我一个人的偏爱吗 我 愿意 我没有 没有 再遇上 沈善你有时间吗 这边有个拍摄 需要你来救赏 嗯 好好 走吧 沈善 行李已经收拾好了 大渊 对不起啊 这次旅行我去不了了 怎么了 有个紧急任务 昨天晚上摄影师把腿摔断了 需要我去救个上 平时怎么又去拍摄啊 你就不能换一份工作吗 但是我喜欢摄影啊 而且工资待遇也不错 是我养不起你吗 需要你一个女人 出去挣这份钱吗 你什么意思 自古以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 你好好把家里边 照顾好了不就行了 你不懂 哎 沈善 喝口水吧 谢谢 哎 三斤 麻烦帮我把这个防晒 拿给沈善 这是什么啊 自身堂的蓝胖子 沈善皮肤敏感 很容易晒伤 挺用心的嘛 行 包在我身上 谢谢啊 今天收到摄影系的录取通知书了 离我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拿了校园摄影大赛的一等奖 我真的太开心了 我一定可以成为像爸爸那样厉害的风光摄影师 遇到了我一生之爱 大渊 本来我不太擅长拍人像 但当我将镜头对准她的时候 我变得擅长了 哎 沈善 你家那位来了 来了 我先走了 不打扰你们 哎 三斤 沈善 我给你做了点吃的 你每次出去拍摄都忘记准时吃饭 你怎么还在生气啊 对了 我让你同事给你带的那个蓝胖子黄晒一用吧 沈善 我错了 我那天嘴上一着急就没个把门的 我现在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对不起 你就原谅我吧 你自己爱吃的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自古以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 你还给我做菜 有损你一家之主的身份啊 哎呀 我这臭嘴 臭嘴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说 笑了 那你是不是不生气了 看你以后表现吧 哎呀 对了 你送的自身唐蓝胖子很好用 在户外拍摄一整天都没有晒黑 嘿嘿嘿 那是我特意给你挑的 来来来 吃饭吃饭 你看这张 重庆的夜景真的很好看 都可以圆片直出的 哦对了 你看这张的光线是不是很美 这张这张特别好 那你要的相机 谢了啊 兄弟 你突然买相机干嘛 还买这么贵的 珊珊的相机旧了 我买个新的送给她 不是吧 兄弟 就她那个工作你早就该让她测试了 还送相机 谁家媳妇像她一样整天往外跑啊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我担心什么呀 她那是出去工作又不是出去玩呢 自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呗 她见眼睛和你结婚了 就应该以家庭为重 在家附近找个清闲的工作 以后方便照顾老人孩子 听兄弟一句劝 你别挂她 哎哎哎 你先听我说啊 一个女人 在没有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前 她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她也有自己的抱和梦想 那我们凭什么觉得 她们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呢 话是这么说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女人 那你怎么会舍得折换她的翅膀 嗯 先走了 谢谢了啊 嗯 好 大约 哎 你怎么过来了 我下班最好路过 你不是说和明泽一起吃饭吗 没有 我不跟她吃了 你这拿了什么呀 你先把包给我 给你买个相机 明泽不是买相机的吗 对我买相机 对我这么好 你这话说的 你是我老婆 不对你好就行 我又不贤惠 我先回不就行了啊 太阳的风景